我覺得我們跟你們尋答很累 我們都把問題跟你講 你們都好像覺得說 欸我很怕被挑戰 所以我就要一直解釋一些文不對題的東西 不是現在NCC的問題是說 你們一直在凹 明明就是每次一直輸 一直輸 什麼叫一直輸 如果輸怎麼會被暗示 政府機關要訴訟要輸很不容易啦 沒有啦 你已經確定兩件很不容易啦 如果你打炸的決心 有跟你關電視台決心那麼強的話 台灣照片會少很多啦 有一個無人機 它是可以搭載輕用的比較小型的飛彈 但是它的螺旋槳的馬達 看到是Made in China 那院長知道這事嗎 我知道 不過這不用大驚小怪啦 因為它還在測試的過程當中 而且它那一種 這個螺旋槳現在都有 沒有啦 因為測試的階段 台灣做不出來嗎這個馬達 台灣做不出來 沒有沒有可以做出來 但是當時的場量不大 所以現在 現在已經做得出來啦 做出來就為什麼要用Made in China 那倒是最早期測試它自己裝啦 這個沒有什麼 因為這個是無人機的國家 這不值得大驚小怪啦 如果說您的態度是這樣 難怪廠商會這樣嘛 理論上來講 我們 不是這樣講 民進黨政府一直宣傳說 中國大陸的東西很可怕 資安問題 然後再一大堆有的沒的 現在我們的馬達居然跟他們買 第一個扶植他們的產業 然後第二個我們也做得出來 為什麼不自己做 為什麼不用自己的 有啊 現在已經可以自己做了 第三 這個網路上已經酸 對啦 這個叫做中國國家無人機啦 好不好 有台灣的東西 這樣酸來酸去喔 為什麼會酸是因為你沒做好才會被酸啦 因為如果說你還是這樣的態度 其實這個東西 你的回答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講說 我們會要求廠商 以後馬達也要用台灣的 其實就好了 沒有 那你的態度是說 沒無所謂 那我台灣人不要緊張 未來會出現 一連串這個狀況 就是我們的軍用的東西 都會用到大陸的東西 因為都是測試階段 那未來就是兩岸一起發展軍事產業了啦 好不好 那但是這個只是因為網路的話題 我跟你問一下 來接下來我來問一下 這個 其他大家關心的這個詐騙的議題 那有一個名人 叫做謝金河 謝金河他在抱怨 他說在他自己的臉書 在臉書上 或者是在YT什麼 都會看到有人冒用他的名字 就是說成立投資社 然後就騙大家 就加入投資社被詐騙嘛 因為我看到那個部長也上來 部長你已經知道嗎 知道這次 這個右邊這個是我自己看到 所以有看到我的YT 業員資原資原位 我跳在我的YT 看到 那現在我覺得這個事情比較 比較離譜的是呢 謝金河說 他自己去跟臉書檢舉 或平台檢舉 臉書是不理他的 好 那除了謝金河不理他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 謝金河說 他有跟打炸小組連線過 居然沒作用 欸 這個我就不問院長了 我問 我問部長 部長 他有 他沒有跟你們聯絡過嗎 這個打炸小組應該是165 不過回答委員的問題 我們現在 在推動電子簽章法的修法 只要立法院散渡通過 我們 我現在就問你說有沒有跟你聯絡 有沒有跟你聯絡 那個165那邊 但我們在推動的時候 有沒有聯絡嘛 那你回答不出來 就叫別人回答嘛 有沒有聯絡嘛 就不能夠看謝金河的廣告 委員長 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 他如果說有跟打炸小組聯絡 但是你們 他說沒有作用 這個這句話是讓我覺得比較訝異的 就是說 一般的民眾 包括謝金河都是名人 作用不大 他講的 他講的 作用似乎不大 不要擴大嘛 不要擴大他講的 委員長 我跟你講 我們是討論事情 因為我是 討論事情 我是可以講 因為他是一個名人 他如果都覺得作用 委員長 等一下 不用緊張 我都還沒有開始講 我都還沒有開始講 你要我講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說 他這個名人 然後他去檢舉 平台都覺得 第一個平台不理他 第二個他跟打炸小組 他都說作用不大 那一般小老百姓 去聯繫打炸小組 可能打炸小組 更不會理了 那我現在想要問 部長喔 我就問唐鳳部長 請教一下 如果是有人跟 訴發部反映說 他被冒名 在網路上 做 被認為有詐騙的行為 被冒名了 訴發部 訴發部 能不能幫我們一般的民眾 去跟平台講說 你這個是詐騙 請你趕快下架 能做到嗎 對 我們有幫忙165建立一個165網 那個蘇貝 臉書 或者網 Google 他會不會理你 通常現在兩個小時之內就會移下來 但是 問題是一下來說 他換一個帳號又登上 所以你跟他講兩個小時他就移掉 通常是這樣 那為什麼他說作用不大 他所謂的作用不大就是他換個人頭的名字 然後又PO一個 你確定嗎 我蠻確定的 確定 那所以我 第一個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過去我們也有 我們服務團隊 有跟訴發部聯繫過 是幫一般的民眾 請訴發部去檢舉 那當時得到的消息是說 他們只能處理名人的部分 一般民眾都不能處理 165也是檢舉好 沒關係 你就在這邊宣布 就是說 以後大家只要看到網路上有冒名 投資或什麼 請跟訴發部或打造小組聯繫 兩個小時就會消失 就是165這個網站 你按檢舉就可以了 你說這個承諾嘛 我相信你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啦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講一下 不能夠解決很多問題 原因在哪裡 就像剛才 你剛才沒有注意聽 唐鳳部長他講得很清楚 他現在下架是 這一個號碼 這一個號碼 帳號下架 可是他馬上利用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你要一個一個檢舉 有比沒有好嘛 你也要增達他的困難度 你不能讓他一個帳號一直在使用嘛 那很多人就認為說 喔作用不大 那我也懶得講 現在你就宣誓說 只要跟訴發部說 訴發部有這個決心 好好去處理 那當然大家檢舉就多了嘛 那我覺得詐騙集團也 我覺得一定會有作用啦 而且我是建議說 訴發部跟 我們現在 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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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我們說是每個事情 更有效果的方法 就是 源頭管理 都要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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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他一下 看看有沒有誠意 好不好 接下來我要問 另外 也是詐騙 但是跟NCC比較有關係啦 這是去年的時候 有委員啦 大概 這個應該也是系統的問題 就是去年有委員的時候講 如果警察有被 有接受到報案 然後有人被詐騙 他要去凍結那個警示帳戶的時候 都是用傳真的嘛 那傳 警察傳真到金融機構 會衍生很多問題 比如說卡紙啊 比如說他傳真 手寫啊 手寫 萬一寫錯的話 會有別的帳戶被凍結啊 或者是這個 銀行端收到傳真紙 有時候回撥警局 找不到人啊 很多問題 那 這個就會措施打炸的 這個第一時間嘛 我不知道後來院長這個 後來有去解決嗎 這是去年5月的時候 有委員提出來的 跟委員回答一下 這個基本上來講 是金管會跟內政部 我們刑事警察局 這邊我們聯繫工作 我們打炸基本上是聯訪的 每個部位 每個階段 都有不同的機關 對對對 沒關係啦 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都不知道了好不好 你不知道嘛 因為這個 因為不是你啦 因為你認識姓姓 不是你 那院長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東西 當時警察 一直在抱怨 就說他們用傳真 其實時間上也耽擱了 有時候就是傳過去 隔了好幾個小時之後 警察那個銀行才收到 所以這幾個小時 錢就被領走了 其實出現 我不知道說這個改善了沒 喔 這一個有沒有改 是不是這個個案 這個委員我不清楚 但是在去年齁 我們在這個銀行 這個主詐的這個部分齁 就主詐的這個金額呢 就到了七十幾億的錢 沒有啦 就是這樣 讓他不會被領走 我都點問題出來 你都在做這個政令宣導 我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問題解決了沒 這問題解決了沒 好沒關係 院長你不知道齁 那我跟你講齁 其實現在警政署 他們有開發一個系統 叫警示帳戶聯邦通報值系統 這個系統就是說 警局以後你們就不要用傳真 你們就輸入那個系統就好 這樣就直接連線 有這個系統 我也跟院長講一下 你們在你的院下面的部會 有這個系統存在 但是我現在要告訴你 就是說這個系統也是很爛 為什麼 因為登打系統完之後 他系統輸入 還是要傳真 這個是我最新調到他的通報流程 還是要傳真 所以搞到警察跟金融人員更麻煩 更麻煩要做兩次工 那我覺得 今天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提出來 因為唐鳳部長IT大臣 這個這麼厲害的網路神人 你應該發揮你的功能 幫這些機關做系統 好不好 不要弄一些 電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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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文件跟動態 跟數位簽章也是在電子簽章法 也是要電子簽章法通過 你沒有給他講話的機會 不是不是給他 你講一講就電子簽章法 我講的問題那麼具體 你都是為電子簽章法 我剛剛您剛剛講的就是電子文件 跟送達的效力的問題 再來 那個詐騙跟電信有關 我們來看二類電信 二類電信最主要是什麼問題 二類電信 我想問一下 我們換一下PET 我想問一下 現在二類電信 主委 一般是可以跟 我們一類電信租到多少門號 好 二類電信現在沒有二類電信這個名詞 因為我們電信法落日以後 我們現在電信管理法 那個MEMO這個部分 是採所謂的資源登記的方法 那資源登記的方法來講的話 我們要區分 他大概是個人申請 還是企業客戶是這樣處理 那可以申請多少門號 門號 基本上想說 比如企業客戶 原則上是以他 依照我們的指引 以他有多少員工 就有這個員工的輸入 那像海峽電信一次可以申請幾十萬門號 這個狀況已經沒有 那是以前發生的事 現在已經沒有了 我們現在落實KYC這種情況來講 現在不會出現海峽電信 我是說一次可以跟一類電信租多少門號 一般的企業 可以租多少 一般企業 比如說你的企業裡面只有50個人 那50個人來講的話 原則上來講 大概是這樣的門號去處理 所以不會再出現 如果你要更加更多的情況來講的話 這個時候就要落實KYC去處理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現在還是有類似的 12家電信公司 這是在你們的網站上看到 不然這些不是第二類電信 這是你NCC網站 這個到112年6月 最後來就 這12家竟然已經沒有了 如果沒有 有來登記了 就變成所謂的MVM Mall 這個業者 如果沒有來登記就是一般 那我就針對這幾家業者 所以他們還是可以跟一類電信租門號 可以租到50萬戶 他用企業客戶的名稱 可以跟中華電信等等這些 我的問題是這樣 他跟業電信業者租了50萬戶門號 然後他再分租出去 那是以前的 現在不能分租 不是 現在不肯那50萬門號這種程度 好啦 那他能不能分租出去 如果說企業客戶來講的話 他比如說他可以批 有些東西 他可以批出去嘛 我跟你講一個 檢察官現在抱怨的東西 那個諸位 我認為說你應該去修正一下 因為 比如說他分租出去1000個門號 那1000個門號裡面 可能有100個門號 已經被舉報為詐騙的門號了 那你覺得這個業者他會不會主動說 他把剩下900個門號直接停掉 會不會 我們這個時候就要停 比如說依照KYC 會不會 會不會 那如果電信這樣的話 我們要求電信來講 你的企業客戶出現異常 你就應該把它停止 問題是現在就沒有嘛 你有要求現在就沒有嘛 我們現在落實KYC就這樣 有落實但是就是沒有 所以詐騙台灣那麼多 現在是把問題講給你們 我覺得我們跟你們詢答很累 我們都把問題跟你講 你們都好像覺得說 欸我很怕被挑戰 所以我就要解釋一些文不對題的東西 沒關係啦主委 NCC主委 主委請教一下 今天中天是不是又再次勝訴了 對吧 沒有啊 那是一個再審的問題而已 再審嘛 所以在那一審的勝訴了嘛 沒有 主委 你一直講說 你NCC14次勝訴對吧 然後中天只有兩次勝訴 請問一下14次勝訴 是不是包括很多 你才罰出去 中天沒有訴訟的部分 所以我們說 這個也算勝訴喔 拜託你出水 主委 什麼叫勝訴 勝訴是說 我跟你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新聞稿是寫 主委 等一下主委 勝訴的意思是說 勝訴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說我去訴訟了 你跟我打官司 你贏的這叫勝訴嘛 還有說你才罰我 我不去打官司 然後你說你贏訴 那你每一次開出去的裁決單 都是一次勝訴 太離譜了 你們不要用話術 實際上 你們在打官司 不管是有沒有確定 在好幾省 你們就是一直連辦 而且主委 我跟妳另外一件事情 我跟妳另外一件事情 最新的前兩天 就是以確定為準 對 前兩天是有一個鳳凰雲 你們又敗訴 沒有沒有沒有 那一庭又敗訴了 又敗訴了 又敗訴了嗎 你那一庭又敗訴 你不瞭解訴訟程序嗎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訴訟成敗 就是以確定為準 那是 確定 我現在講是進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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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倒了啦 訴訟費是你出嗎 你如果說最後 你那一庭你出的話 那一庭案件 你每一庭都是那庭出錢啦 那是兩個參選兩個 我跟你請教 鳳凰雲那個事情 你今天早上跟記者講說 你跟記者說那個是前朝的事 你有這樣講嗎 沒有前朝的事 那是記者講 你說前朝的事 你說前朝的事 但是你每次上訴 你都是你的決定 所以你沒有剛剛 你推給全朝 但是每次上訴 都是你的決定 這我請教一下 如果你推給 我不是跟你辯論 不好意思 那個主席 我們在跟他辯論 我已經讓你一直講了 但是我有問問題 你再回答 好不好 請幫你時間暫停 葉委員 原則我幫你時間暫停 千萬把時間暫停 好 請繼續 鳳凰雲的部分 今天早上記者訪問你 你是說 喔那個是前朝的事 為什麼 因為當時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你可以直接講嘛 你在反駁嘛 那時候你講的是說 因為那個東西是 前面的規定 前面的前朝規定 那前朝為什麼 你要退前朝 因為當時所有的委員 絕大多數是說 不要裁罰 可是裁罰了 所以記者就問你說 怎麼會這樣 你說那是前朝決定 好 前朝決定 代表說你也覺得有點理虧 所以你才會說是前朝決定 那請問一下 每一次 每一庭敗訴之後 你有沒有上訴市民的決定 是你的決定嘛 所以實際上 你也認為說 鳳凰雲這個事情 如果是你的話 不管是前朝現朝 你就是會這樣裁決啊 如果到時候輸的話 你要不要負責 不是現在NCC有問題是說 你們一直在凹 明明就是每次一直輸 一直輸 什麼叫一直輸 如果輸怎麼會被暗示 政府機關要訴訟 要輸很不容易啦 你已經確定兩件很不容易 我跟你講啦 主委 如果你打炸的決心 有跟你關電視台決心 那麼強的話 台灣照片會少很多啦 不許換照 不是只有裁法的問題而已 我們已經過了 然後講到關電視台的時候 講一大堆的沒有我們勝訴啊 好像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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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